第六百三十集 这两针可以持续地腾半个时辰 度暖烟将银针拔了出来 然后擦干净放了回去 而且那痛感还会不断地加大 希望你能承受得住 说完站起身来 立刻就有度假的护卫过来 将秦忠提了起来 秦忠再次惨叫一声 浑身的关节 似乎都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 痛得难以言喻 他知道这是那两针的结果 护卫也不带他走 就这么将他提起来 然后又放下 每动一下 浑身就跟被人分筋错骨了似的 冷汗瞬间就将衣衫打透了 我说 我全说 秦忠自觉自己 还是很硬气的 可此时却无论如何 也硬气不起来了 这样的感觉 还不如一下子就杀了他呢 杜暖烟的嘴角勾了一下 真的要说了 秦忠虚弱地点点头 杜小姐 我说 只求一个痛快 好 杜暖烟点头 你说说看 然后再次给他扎了一针 这一针显然是止痛的 事情其实有些诡异 几年前 吉州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家族 这家族的人能力特别强 还特别的富有 秦家不知道怎么的 就跟这个家族搭上了关系 这个家族有个小姐 今年年初刚及机 看上了秦大公子秦素 秦家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放弃 让秦家再上一步的机会 可是秦家跟杜家早就定亲了 这怎么办 而且秦素也不同意 娶一个陌生的姑娘 可是那个家族的人 给秦昭明许了好处 至于是什么好处 秦忠就不知道了 后来秦昭明就让秦素 见了那姑娘 却没想到见过之后 他就同意了 只是却还是放不下杜暖烟 提出必须要让杜暖烟进门 原本秦昭明的意思是 让杜暖烟当个妾 毕竟杜暖烟是商女 可是秦素了解杜暖烟的性格 当妾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才提出要让杜暖烟做平妻 秦昭明面上同意了 可心里却是老大的不爽 尤其是杜家没有立刻答应退亲 杜暖烟还要亲自过来质疑 他很是不喜 这才联系了黑虎 让他半路上截杀杜家兄妹 给的命令就是 一定要杀了杜暖烟 山匪作案 没有人会联系到秦家的头上 只要杜暖烟死了 秦素也就不会再惦记了 那秦昭明 不还是杜家二老太爷的门生呢吗 黄斗问了一句 听说他有今天的地位 还多亏了杜家二老太爷的提巴呢 所以这就充分诠释了 什么叫狼心狗肺 绿豆一本正经地点头 杜家庆额头的青筋蹦了起来 显然是气狠了 杜暖烟的身子晃了晃 好在被婴儿扶住了 这才没倒下去 秦中说完就低下头去 他也觉得秦家的事做得 十分地不地道 小二 小三 我有事相求 杜暖烟缓了一会儿 忽然抬起眼来 这事 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杜家的名声 不能因为我毁了 秦家 也不可能就这么逍遥自在 没问题 绿豆点点头 你想怎么做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秦中从黑云寨出来 下了黑云山的时候 脑子还是有些懵的 他竟然没死 在看到杜家兄妹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是活不成的 毕竟那是要人命的事 自己不死 谁死呢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活着下来了 不过 到底能不能真的活下去 还是个未知数呢 因为那个小公子 给他吞了一颗药丸 说是三天之后 没解药的话 那自己就要玩完的 他有些不太相信 却又不敢真的不信 所以他决定 还是赶紧回去报信去吧 秦中走了之后 杜暖烟将自己 关在房间里 狠狠地哭了一场 之后 就恢复了正常 第二天一早 两个豆子 陪着杜家兄妹下了山 赶往辽北府的府城 秦家 秦昭明这两天 有些心神不宁 坐里不安 老爷 您得吃点东西呀 管家不得不提醒 主子心情不好 他们这些做奴才的 也是胆战心惊的不是 秦中回来了吗 秦昭明呼了一口气 秦中昨天才走的 要回来也得今儿晚上 或者明天了 让他回来了 立刻来见我 就在此时 秦中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老爷 秦中 那边怎么样了 秦昭明一下子站了起来 回老爷 秦中急忙上前行礼 那黑虎将杜大小姐给 后面顿住了 怎么了 秦昭明皱起了眉 杜大小姐 现在是黑云寨的压寨夫人了 杜大少爷 被黑虎的妹妹 就是二当家的 抢去当了夫君了 秦昭明的眉头皱得更高了 秦中看了秦昭明一眼 那黑虎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都用铁链子拴了 奴才才去看过杜大小姐 精神有点不太好了 真的 老爷 那可是山匪呀 杀人不眨眼呢 秦中虽然心虚 可是为了小命 还是使劲点头 是 那杜大小姐活着 比死了还痛苦呢 我这是确诊了之后 立马赶回来了 那就好 秦昭明 长呼吝口气 看向管家 去通知白家 不会有平期了 白小姐 就将是我秦家 唯一的少夫人 邀请他们三天后面谈 是 管家应了一声离开了 秦中偷偷扫了眼秦昭明 心里窥叹了一下 也不知道是叹的什么 秦昭明则起身 去了儿子的院子 爹 秦宿正在看书 看到秦昭明进来 请往起身 苏儿 秦昭明白白手 示意儿子坐下 先询问了一下 他的读书情况 然后才略带 然后才略带忧郁地 开了口 有个事儿 爹得跟你说一下 爹 您说 秦宿端正地坐在 秦昭明的对面 哼 杜家小姐 秦昭明 斟酌了一下 可能 暖夜怎么了 秦宿却一下子 激动起来 你别急 听我说嘛 秦昭明眉头皱了皱 看着儿子的样子 之前因为 杜暖烟死了的消息 而产生的愧疚之感 瞬间就没了 旧儿子这没出息的样子 如果真的让 那个杜暖烟进了门 不知道 要产生什么风波了 秦宿只能再次坐了下来 神情明显地紧张了许多 你和暖烟 也算是打小就熟识 原本你们的亲事 也算是天作之合 只是 秦昭明叹了口气 唉 只能说是造化弄人吧 算是咱们秦家对不起杜家 爹也会在别的方面 补偿他们的 秦宿皱起了眉 只是 那丫头太执拗了 非要亲自过来 跟你当面退亲 暖烟 她来了 秦宿的眼睛顿时一亮 是 她来了 只是 你也知道 咱们吉州这边山多路远 山匪也多 爹 是不是暖烟出事了 秦宿的脸色凝重起来 你直说吧 唉 秦昭明起身过去 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爹知道 你跟暖烟那丫头感情好 可是 就在黑云山那儿 他们遇到了山匪 被抓了 爹 那你找人去围桥啊 秦宿忽然抓住了秦昭明的胳膊 你得将暖烟给救出来呀 你以为爹不想吗 秦昭明一脸的悲气 你也知道 这些年 朝廷剿匪 收效甚微 那可是黑云寨呀 爹 不 我得去救他 他不能 秦宿使劲摇头 转身就往外跑 外面的下人 急忙将他给拦住了 你们放开 放开 秦昭明上前抬手 就是一巴掌 秦宿终于消停了 你都多大了 还胡闹 秦昭明立鹤一声 杜暖烟死了就死了 别忘了 你可是要娶白家小姐的 你要是继续胡闹 是想毁了秦家吗 你对得起白小姐吗 秦宿的眼泪流了下来 瘫软在地上 他知道 自己是喜欢暖烟的 原本以为 自己会娶他为妻 幸福地过一辈子 可谁知道 是他辜负了暖烟 秦昭明一看儿子那副样子 心里也很难受 毕竟这是唯一的儿子 秦宿上前亲自将儿子拉了起来 好了 难受就哭一场 后天 白家会来人 杜暖烟已经死了 你不能再对不起白烟了 爹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苏尔 秦昭明的语气严厉起来 爹派人去了 可是他已经跟了黑虎了 就连他大哥都成了黑虎的妹夫了 不可能 不可能 爹 你骗我的吧 苏尔 你得振作起来 秦家以后 还指望你呢 秦昭明双手按住了儿子的肩膀 苏尔 你得面对现实 我知道 秦宿呼出一口气 爹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说着 转身进了书房 将房门关上了 看好了少爷 有什么事 立刻来报 下人 急忙应下 辽北府最好的吉祥客栈里 我们杜家在这里也有产业 二叔也在这里 为什么 咱们还要住客栈呢 杜家庆有些不理解的 看向绿豆 一屋有钱呢 绿豆笑了 杜家庆无语 杜暖烟忍不住 扑吹一声也笑了 大哥 稍安勿躁 这应该是为了麻痹秦家的眼线 毕竟秦中送回的消息是 咱们俩 已经出事了 绿豆冲着杜家庆 撇了撇嘴 还是杜大小姐聪明 杜家庆的神情有些善善的 不过却没再说什么了 由于要在这里住上好几天呢 所以第二天之后 绿豆就通知了店家要包店 认真地贯彻了有钱的形象 二老大 三老大 小十三连梦带跳的冲了进来 嘿 有消息了 小家伙这两天天天在外面转悠 他原本就是在底层混的 现在有了银子 很快发展了一批小乞丐 为他打探消息 重点打探的就是秦家的消息 说吧 绿豆点点头 跟秦家联姻的是白家 这个白家听说很神秘 大家都这么说 说忽然之间就出现了一座白家山庄 小十二摸摸胳膊 感觉很诡异的 说重点 黄豆敲了敲桌子 重点就是 明天白家的人将去秦家 据说是为了商量婚事的 这事其实挺机密的 不过我认识一个秦府的小厮 是在管家跟前做事的 我跟他请他喝酒了 他无意中说漏嘴了 你做得很好 绿豆起身 递了一个荷包过去 继续吃喝玩乐 亲俩跟秦家的人拉近乎 什么人都行 只要能联络上就行 不怕花银子 小十三兴奋的跑了 花银子什么的 那最爽了 辽北府府城 东北过去 大概二三十里 就是大海了 而在海边有座山 那白家山庄就在这山里 绿豆应该就是这里了 黄豆看了眼四周 可是 怎么没路呀 娘不是说过了吗 世上本无路 走的人多了 就成了路了 绿豆咋了一下嘴 你对娘的话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 咱们是来找白家山庄的 不是来踩路的 那行吧 让他们上去瞅瞅 绿豆说着 将欢欢放了出来 黄豆也将乐乐放了出来 两个小家伙速度很快 探查哪里有人 比他们亲自上去 要方便多了 两个人找了一棵大树爬上去 啃萝卜的啃萝卜 吃点心的吃点心 两个小家伙没辜负 小主人的期望 出去撒欢了 大概半个时辰 就返回来了 两个家伙愣是合伙 叼了一只白毛狐狸回来 哼 你们看真厉害 绿豆看着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小狐狸 不由的笑了 现在不抓兔子 不抓野鸡 开始抓狐狸了 绿豆 你看 这狐狸应该不是普通的狐狸 黄豆扒了一下那狐狸 刚才乍一看 以为是白色的毛 仔细一看 却发现那毛是银色的 它隐隐有光芒在流动 随即又扒了一下那狐狸的眼睛 果然那眼珠子是翠绿色的 年前辈有一只紫毛狐狸 那可是灵兽 能跟小绿小金他们打平手的 而这个看样子也很特殊 应该不怎么厉害 否则也不会被欢欢乐乐给逮过来了 这应该是人养的 绿豆点点头 那就说明 这里面真的有人 说着 扔了两颗药丸 给两个小家伙当糖豆纸 走吧 带路 在这座不知名的陵海的山上 果然有一座山庄 就现在山坡之上 而且还是面海而见 这白家的人挺会享受的嘛 绿豆笑了 这环境真不错 可是 离着海太近了 会潮湿的 我不觉得住在这里 有什么好的 娘不是说过了吗 长期住在潮湿的环境里 湿气会加重的 我就是感叹一下 绿豆急忙抬手 打断了妹妹的唠叨 走吧 咱们进去看看 我看守卫 好像挺森严 黄豆急忙拉住了绿豆 你看 上山入口处的那些桃树 似乎是个阵法 然后 又吸了吸鼻子 这林子里的雾气 也是有毒的 怪不得秦家的人 只能将消息送到 外面的山脚下 否则只要上来 就得全部被毒倒了 把白玉娘拽出来问问 绿豆忽然开口了 白玉娘被他们 放在空间里了 一直保持昏迷的状态 当然 中间也曾将她弄出来 问过一次 可惜 因为时间短 什么也没问出来 白玉娘其实很懵的 因为当时询问她的时候 是在客栈里 她是怎么被弄到客栈里的 而此时 再次清醒过来 却发现 自己正坐在一处树叉上 还被点了血了 动弹不得 这感觉 有点崩溃呀 白玉娘 绿豆戳了一下白玉娘的胳膊 别走神 看看那里 你认识吗 白玉娘抬眼 就看到前面的山坡上 竟然有一片建筑群 掩映在绿树之中 红瓦绿树 很是漂亮 在山坡下的入口处 还有着大片的桃林 诡异的事 此时不是花期 可那桃林的花开的 却是异常的灿烂 挺漂亮的庄子 白玉娘笑了笑 看向两个豆子摇摇头 不过 我不认识 顿了一下 你们要杀就杀吧 你们想知道的 我都不会说的 你确定不认识 黄豆却不理睬她的话 反而继续反问 那个地方 可是叫做白家山庄 白玉娘皱起了眉 这白家嘛 绿豆笑了笑 你说 会不会跟你是本家呢 都是剑仙岛上下来的人 不可能 白玉娘忽然惊呼一声 很快又淡定下来 天下姓白的人家 不知反己 白玉娘 你这么不配合 真的不好啊 绿豆叹了口气 唉 看来得用点特殊手段才行 黄豆直接伸手 塞了一粒药丸 到白玉娘的嘴里 你给我吃的什么 白玉娘想吐 却吐不出来 那药丸入口即化 让她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黄豆摊了摊手 忽然 没多会儿功夫 白玉娘的脸色就开始变了 冷汗慢慢地浸湿了衣裳 浑身就像有东西 在啃咬她的骨肉似的 痛得难受 可是 就在她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 那感觉就开始缓解 然后再消失 可是 就在她刚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那痛感就又来了 就这么反反复复几次之后 白玉娘就真的 承不住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蜥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